我只想跟大家说 理智看球 谨慎消费 大家好 我是青叔 最近呢我在收拾我的家 然后我就整理出了三箱子的足球周边 我的妈呀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有这么多球衣 这么多球队的围劲 先来一个全家 首先我要介绍的就是我身后这一堆 这一堆全是签名 很多是去签 第一件是脱衣斯的球衣 这一件是当时他绝沙巴塞时候穿的 但我买到的是短袖 大家大神念出来这上面的字写是什么 怕看不清给大家仔细看一看 我的得意之作 这是维尔纳的签名球衣 这一件也是很有来历的 我是第一次帮切尔西做官方活动的时候 当时官方送给我的一个greenbook吧 后来呢我就在这些球衣的前面 都签上了这个全队的签名 一次次的蹲一次次的就是各种活动吧 终于集齐了全部的签名 然后现在上面的人基本上都走光了 然后这一件呢是多策的一个全队的签名 全异 这件也是 然后这个后面的印号应的是罗伊斯 这一件呢是皇家贝蒂斯的签名 后面呢是巴尔特拉给我的2签 当时是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蹲的巴尔特拉 这一件大家也都记得吧 是我自己去马德里训练基地蹲 托雷斯的时候他给我签名 当时我还做了一个vlog 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件就厉害咯 这一件是哈普茨给我的2签 上面写的是 Happy Birthday 他送我的生日祝福 但是他的字确实也比较丑 有哈普茨怎么可能没有他曾经1929好CP盲特呢 这是盲特给我的生日祝福的TU签 TUXXX 然后Happy Birthday Mason Bunch 确实也是爱过盲特的 这一件就签的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件他这个我背后没有印号 但是我当时很傻 我让球员们都签在了后面 应该是有盲特 哈普茨加拉格尔 还有那个转汇去牛海的那个小江霍尔 应该是有他们几个的签名 然后这个旗子就更厉害了 这个旗子是上个赛级和上上个赛级 切尔西所有一线队成员的TU签 包括一些已经转会走的什么 哦不对 他们全部转会走了 他们已经全部转会走了 他们已经全部转会走了 除了李斯詹姆斯和蒂席 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队 哎 还有图赫尔的签名 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怎么一下子全部走光了 真的很可怕 还有两条领带 这条领带上面是梅森芒特的签名 另外一条这个领带上面呢 是美队给我的签名 这里还有一件很厉害的球 也就是女独夺的亚洲杯冠军之后 我去找唐佳丽解决要的签名 这里还有一件球衣 我觉得挺珍贵的 是当时欧冠夺冠的那件球衣 后面呢是梅森芒特的签名 但是我总觉得我的这件球衣是假的 因为你们看这个 它这个印章的这个颜色非常浅 然后后来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是假的 可是我是花了大概300万 从eBay上买的 哎又被骗了真是的 后一件是这个华晶给我的球签 当时他也没有退了一般 倒数第二个赛季 然后他给我的一个球签 非常的珍贵啊 这些球衣 这是贝林厄姆 当时签了一个帽子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多特权 最亲民的一个卡片 这些卡片 这些最卡权都是拼钱 全都是多特权的清签 这里还有照片 芒特的签名 哈普茨的签名 然后又是芒特的签名 马宝贝决赛的票根 这是一些对刊 这是Timo打黄满之后的那个照片的对刊 然后我的对刊太多了 我就随便拿几本吧 就是看过比赛的时候去买的 但我其实觉得对刊真的是 没必要买的东西 这个呢是当时看世界杯 所有的票的一个票根 我都留着呢 应该有二十几张吧 反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这个 当时看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 这个黑亚卡 还有我当时参加这个媒体 作为媒体身份去看世界杯的时候的 一个媒体证 同时呢 它这个媒体证里 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球票的票根 最最最最最厉害的是哪一张呢 最后一张票是阿根廷打法国队 然后呢它出了两张票 一张是进入场的票 一张呢是这个对媒体的世界票 上面写着thank you 真的都是非常宝贵的收藏了 还有这个是当时决赛场第一人手一个的这个手环 看完了欠面球衣就来看看我其他球衣吧 我现在手里是我的所有利物球衣 卖好重 这是亨德森的 一九赛季的 这一件 没有印号 这一件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客场球衣 我觉得非常好看 后面的印号是我的名字 因为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 是07年06年的那件杰拉德 我后面定的是杰拉德 这一件也是刚刚那一件 但是这一件呢是球迷版 这一件就是威迪亚 我买来经常穿的 这是上个赛季的球衣 上个赛季的球衣 特别印的是VVD 这是一件客场球衣 一个朋友送我的领导 因为这个也是更衣式版 这件球衣是当时拿到了1920年 英超冠军的时候 买了一个纪念款 非常喜欢 那球衣是我的朋友帮我带到了欧冠冠冠 因为那次打黄马和利物体的欧冠冠冠 我不是没有续成吗 然后他们就举着我的球衣Green Book 在那个举办的会场 然后帮我合影了一下 这件球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设计 新版本的设计 我穿着它给大家和唱过歌 最后一件 这是那个慈善赛的一个球衣 纪念球衣上面还有印的 然后后面印的是杰拉斗 这只是我来英国之后买的 一共是12件 看完令服来看一下切尔西了 其实切尔西更多的都是刚刚那些 已经被签过名了 然后这里有一些 其实这件是外套 我经常穿 我买的切尔西的外套可能比较多 然后这件也是一件 就是教练TG夹克的外套 上面领子写的Pride of London 我很喜欢这件衣服 然后非常好看 我穿这件衣服见证了图克尔的下课 然后这件又是一件客场的盲特的权衣 真的爱国外套 这件又是一件外套 我穿这边还看了联赛 所以我记得还被就是 展锅拍到的 也是一件客场的衣服 不是客场 一件一件外套一件夹克 最后一件呢就是加拉格尔球衣 买这件球衣 完全是因为加拉格尔 当时绝杀水晶公的那个竞球 在手里抱着穿黄马球衣 黄马球衣可就厉害了 为什么 因为我几乎指定了一个人的名字 那个男人就是 登登克罗斯 第二件克罗斯 第三件克罗斯 第四件克罗斯 因为这个是球员版 刚刚那个是球迷版 这里有一件莫德里奇 因为当时穿着他去看了 克罗蒂亚的欧洲杯 然后这件我还一直没有印号 这一件是上赛级的主场 还有一件克罗斯 客场的克罗斯 因为之前我寄回去过一波 所以我家里还有很多克罗斯的球衣 身后还有一件球衣 这件球衣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件曼联球衣 这是我唯一一件曼联球衣 这件球衣也很厉害 为什么呢 他后面印的是桑球 但是呢 他的前面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的签名 虽然有点看不清 是不是有点看不清 他有一个人的签名 你猜是谁 是大逼费的签名 最后说的格外 就是我的一些其他的国家队 还有一些球队的球衣 这件阿斯纳球衣 我也是我唯一的阿斯纳球衣的后面印的 其实是女足队员的六号 丽威廉 我特别喜欢他 也是个超级大美女 热刺的球衣 是我热刺球衣朋友 也是送我的礼物 古里加莫德里奇 库洛迪亚还是14号的时候 小将莫德里奇的时候 国家队球衣 拜仁白金的球衣 我特别喜欢这件的设计 这是我去看的 狼队比赛的时候 狼队官方送我的球衣 看后面印的是Green Book 为什么18号呢 因为洛塔以前 在狼队的时候 穿的是18号 这件球衣厉害了 大家认得出 这是什么队吗 没错 这就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华人足球队的球衣 因为我有朋友 是那个球队的球员嘛 然后呢 他们就问我要不要 他们球队的球衣 我说OK啊 然后他们就送了我一件 19号 18年的阿根廷的球衣 那时候还是二星阿根廷 还有一件拜仁的 克罗泽的球衣 18号克罗泽 很久以前的拜仁球衣 有一件南野拓时的 日本队的球衣 南野拓时 那梅森芒特国家队的球衣 真的爱过梅森芒特 真的确实爱过 确实爱过 另一件白金的这个 拜仁球衣 也是我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 后面印了31号 因为我的生日是在5月31号嘛 然后最后一件 就是我们德国队球衣 我还有另外两件德国队球衣 一件是哈普茨 大家经常看我穿 还有一件是克罗斯 为什么这两件球衣我没有拿着呢 因为我健身穿 然后我拿去洗了还没干 然后除了球衣之外呢 我还买了很多反偶 比如说切尔系的小熊 这个是枪手的吉祥乌Rex 然后还有利物斧的大熊 利物斧的熊真的超大 然后这里还有一只拜仁的小熊 其实我应该买了 还有买过多特的爱嘛 这些我可能都已经 提前寄回去一波了 你朋友实在是关于足球东西太多太多了 还有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 哇 这么多围巾 我真的很想质问我自己 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围巾 我真的是看啥比赛 对战 我就特别喜欢买这种对战围巾 你们知道吗 切尔系打油文的 随手拿出来一条都是 这是克罗迪亚打英格兰的 然后 这是切尔系打六普的 我真的太喜欢买对战围巾了 今天我觉得买做周刊的一个 意义就是 它也算是你记忆的一部分 可能 十年后你不在这片土地上了 你也不记得自己曾经看过多场比赛了 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换成你的记忆 现在我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之前去看欧冠比赛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以媒体身份参加比赛的这个证件 比如说这个就是欧冠决赛的时候的证件 然后这个是去看大巴黎比赛的时候 大巴黎的证件 然后这个是去看黄马比赛的时候 黄马的证件 妈呀太薄了 最后再展示两罐包浆的可口可乐 一瓶上面印着凯哈夫茨 一瓶上面印着Timo Werner 哎呀 德国球迷的命也是命啊 不知道可口可乐会不会过期啊 如果我想说到这个罐要怎么办呀 大家看完了我的藏品 有什么想被我说了吗 反正我知道 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在看这个视频 一定会想说 你能不能别买球运 能不能不要买对看 能不能别买围巾啊